攸关全民退休福利的年金改革 这个礼拜就要正式出炉了 引起这一阵子退休金争议的 就是去年10月 那时候老保局不是精算报告 金报说老保再过十几年就要破产了吗 搞得大家一阵恐慌 赶快把退休金给提领出来 结果呢 造成了庞大的损失 老保是不是真的会破产呢 下面是我们的系列报道 进退不得吗 进退不得吗 这次还回来 回来又加在没有什么 不行耶 你已经一次领了 不能再退回来 没有人家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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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买到你了 站在老保局的柜台前一言懊悔 他是杨长庆 59岁台中人 身体看起来还算健壤 但他去年还不到60岁退休年龄 就提早退休 为的是什么 政府要说要倒楼 老保要倒楼 这就要明白 出炉 老保基金面临提前破产 方向不确定因素多 你这样哭老了 被抛得好几 去年底老保金船破产危机 近6万名劳工展开抢救老本大作战 赶紧办退休 把老年给付一次领出来 根据统计 光是10月跟11月 申请提领的金额 就高达768亿元 占老保基金规模的15% 杨长庆就是这波挤兑潮中恐慌的老公之一 就像看到世界末日一样 杨先生瞒着太太冲去老保局一次领回老本 等到杨先生冷静下来理性计算后 一切为时一万 对啊 三三点三啊 对啊 三年三年我就用完了 对啊 三年三年 我就说你吃老板怎么办呢 没钱我们就要去吃 领袖来十多天就好 你一百万块在银行对不对 只有七百三 你不要你放在那个老保那边 一个一万块 都说差了很多了啊 简单算一算 杨先生如果改采年金制 终生按月领 每个月一万块计算 只要八年多 领的金额就超过一次领 以国人平均余命79岁做计算 退休后至少可以领到240万以上 一时冲动的代价亏很大 臭江劳保一次领 影响劳工后半生 希望半年来反充 挽救劳工数万人 以现行的法律规定的话 就是还是一斤合复不得变更 所以还是请民众 就是神圣地做选择 冤有头债有主 是谁让杨先生 和百万劳工寝食能安 这一切都是去年十月 这份报告起的波澜 大概在107年嘛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一年开始 进来的水 进来的钱已经小于支出的钱 这份劳保局委外制作的 精算报告 以投资报酬率3% 预测未来 劳保基金将在民国107年 入不敷出 结余将在116年转为复数 正式破产 但实际上 3%是个被低估的数字 看看劳保局刚发布的基金绩效 101年赚了313亿元 收益率高达6.25% 远高过于报告里的3% 原先的低标预测 会不会太启人忧天 其实我们每一年度的 我们的基金投资收益率 都是大于3%的 这些惶恐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那种观念 比较是商业保险的概念 因为它是假设在第一个 我们可能未来不会有新进的 社会保险跟来讲 前期是不一样的 负债7兆3千亿 理想费率要从7.5% 提高到27.84% 这些吓人数据都是拿商业保险算法 加足在劳保之上的参考结果 其实不必过度恐慌 两者比一比 追求利润为主的商业保险 不见得会有新保护加入 资金必须充分准备 自负盈亏 但属于社会保险的劳保 强调社会安定 总有下一代易助保费 给这一代的退休民众 准备金不需完全充足 再加上政府则无旁贷 不可能让制度崩毁 两者概念完全不同 不会破产是因为它是政府犯 所以政府无论如何 一定会在这段期间 去抢救 这一次的错误 就是突然来了一个 可以说百分之百 用私人保险的精算的人 我真的不了解 他们有没有受到 很好的社会保险的训练 就 搞了半天 这份财务评估 只能算是健康检查报告 绝非死亡通知书 这场自己下自己的 劳保风暴 是谁在煽风点火 又是谁在袖手旁观 相关主事者 绝对难辞其咎 祝费